好,我们继续 我们看讲义 修会开始进入修会的程度 修会在三有六会的修行过程中 师会与修会同样对于诸法起着分别抉择 只是前者虽也曾习定位于定性相应 或者是以定性相应 到修会的阶段 跟师会一样有分别抉择的这种状态 但是在师会的时候可能还没有跟定性相应 到修会的时候就要跟定性相应 才会起无漏会 师为右翼做翼 本是观想的别名 因为修定位成不一定性相应 还是一种善心观 所以称为师会 如定性成熟 能够在定中观察抉择诸法 实相继承修会 我们还没有在更定性相应以前 分别抉择只是师会的过程 慢慢的我们这个心能凝定下来 更定相应 这个才是真正的修会 心能安住一静 无论是世俗的现象 或者是圣意的地理 作为直相 直相现前对于诸法境界 心地虽极明了 但并非观会 而是指于定应有的心境 这里就在提醒我们 我们心安住在一个境界里面 不管是世俗的现象 或者是圣意的地理都好 安住一处 好 这个慢慢慢慢心会定下来 这个是直相 直习的直 当你心直习下来的时候 对世间一切万法也是很清楚很明了的 但是这个时候还不是观会 只是跟直有相应的一种心境而已 这个叫直 一般来讲修直再修冠 所以叫直冠相双运 这是直的状态 那么直相现前 所以对一切现象诸法的境界都很明白 但是这个还不是 而是直以定相应的心境而已 直 修成就 直 修到成就的时候 进一步在世俗事项上 观因果 观缘起 乃至观佛向好庄严 或在圣意地中观法无我 本来极灭 进一步的直相以后 心慢慢安直 清静 可以很描了分明 这个时候再起什么 起观照的意思 观照的对象还是一样跟世俗的事项都可以 你如何观察它的因果现象 观察它的缘起条件 甚至如果说我们要观察佛向 像好庄严 都可以 那么以圣意地来观的话 就是观察什么是无我 一切法是不是无我 是不是极境涅槃的极灭 这个都要去观 起观才能体会的 这不但心地极其 极境明了 而且能够于明极的心境中 如实观察 抉择 体会的诸法实相 所以心到一种宁静 一种非常清静的状态 并不是那个就是了 而是在那种状态中起观照 那个时候的观照非常的维系 都看得到 那个时候要观照要抉择 重要是在什么 实相的问题 空性的问题 是不是极境 是不是涅槃 重点是在实相的观照 使镜子中起观照 既是修观的成就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 善心观 我们平常很善善的 心还是烦恼像很多的 你要观照就不够深入 不够维系 所以我们慢慢慢慢 那个心的凡乱 止息下来 心会比较清静 会很宁静 观照的会很维系 小维心里起心动念 都看得很清楚 这个时候起观啊 就是观察 最好是圣意观啊 是不是无我 是不是法法 刹那不住 是不是无常 是不是真正的归于灭 这个灭的法性是什么 这个时候的观照就很清楚 所以一定要跟定跟子相应的这种观照 才是真正的修观 成就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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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世俗像啊 获得定心成就 并不能去向正悟 这句话很重要 如果我们只是跟外在的一切 跟外面的尘相处的这一种所谓 事俗像 那么定心慢慢慢慢静下来了 老师就提醒我们 这一种只是定跟静 哦 这个不能去向正悟哦 必须要进一步观察 一切法无我 必静空极哦 这个才是体证到法性哦 才 可从有肉 修会引发无肉的宪政悟 所以真正体证的是什么 是法性啊 是空极性啊 要注意啊 这个才是进一步真正的体会 不是在身心的安静 宁静的那种定力啊 不是哦 修会虽不能直接取证 但却见到达证物的必经阶段 你可以体会到那种明静 那种清静 这个是过程 必须要透过这个过程 无分别的会观啊 能够降辅自信烦恼 引发宪政智慧 所以 无自信无分别的会观 这个时候起的会观啊 因为心已经宁静了 不会起起落落 啊 所以 跟我们上课 现在一直学的缘起政见是什么 这个时候 真正起的观照 是无分别的哦 是无自信的哦 是如辱的哦 能够降辅自信烦恼 引发啊 正智慧 这个时候才能真正的产生真正的智慧 所以 在有违的观照中到进入无违的观照这个过程啊 大家也要明白 什么是无违的观照 就是无自信的无分别的观照 啊 将来我们在禅修的时候啊 教你们如实观照 其实重点就是这个啊 我只是先点一下 有违的对治法啊 要了解实相是很难的啊 如何最后能够体会到无自信无分别的会观 这个是很重要 这个也要有方法 所以我 一直鼓励大家说 我们今天不是说半禅修啊 来啊 我们就开悟啦 就一定解脱了 不一定 但是 如果你们今天连方法都不懂 观照的内容真相都不懂 那你学了一大堆 还是用不上 什么是无分别无自信无分别的会观 这个就不是一般人随便都懂 我们要教的就是这个 那么 即使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说啊 九天都有时间 最少三天也要参加一下 把前面的方法理论都懂啊 你回去才会用 我们今天不是为了要你们一定要来啊 是说如果你不学 那你就不会 用不上 即使学的人都不一定用得上 何况是不学 但是至少你要知道它的内容是什么 这个蛮重要的啊 从修会不断努力上进 真实无路会现前 现正会成就 既能断烦恼了生时 成就解脱功德 如果我们有观照的方法 真的明白 在修会上一直努力 有一天啊 有一天啊 我们的身心慢慢进入那种状态 因缘条件聚合的时候 啥就会相应 你就会体会到在在探什么 这个是真的要不断的努力上进 真正体会到无路会 在现正当下可以现前的时候 你的烦恼真的才能断 生时才能有办法做主 才能真正的解脱 有的体正空性啊 当然 深度不一样 以中观或者是为似的一个立场来看 真正见空性的时候 一切法不深 吓 身心不见 真的跟空性相应 那个也是一种体正 当然能够体正到真俗不二 不必说一定要有个空向 当然是更深的 但是这些过程都是什么 要不断的用心 不断的直冠酸病 慢慢身心成熟的时候 啥你就体正的到 这是每一个人都体正的到的 不是谁才能体正的到 问题是你有没有真正的用心上进 有没有真正的用对的方法 这个只是条件 缘起就讲条件 条件具足了 你就成就了 是人人都可证的 这一点比较重要 如文会的成就 何设得信根于三宝地已决定无异 即是信之一如的表现 我们听法 文会成就 肯定了 对法 明白了 那个信心就会出来 肯定的就是这种信 对于三宝不再疑惑 这时候是信之一如 这个才是文会成就 那么师会的成就就是 对于文会成就以后 信心跟具足以后 你对于这个戒 境戒 你就会扶持 那么也会引花深切的悲愿 而成悲至交融的大臣不共会 大臣不共的不共在哪 因为他悲心深重 不是治疗就好 他会关怀一切众生 所以这个时候的悲跟智慧会交融 这个就是大臣不共的地方 多一个什么 大悲心 关怀一切众生 不是只有治疗 这个时候才叫师会成就 那么师会的成就 必定与定心相应 视为定会均衡 所以没有跟定相应的那个会 有时候是很多是狂会的 宪政无漏会 以如如智正如如理 如智如理 平等不二 达到理智平等的最高境界 修会成就了 再进一步 就是要达到什么 定会均衡 那个时候宪政的是无漏会 这个才是最高的境界 不过智慧的出政 总不免偏重真性的 导师就谈这个都是事实 身心体正的过程 我们初得 体会到法性的人 难免 比较重于偏真的这一部分 所以最初正的一切法空性 空性 还需要不断的熏 还需要不断的熏 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正到空性的时候 喜欢那个空性的境界 比较偏于这边 所以我们还要进一步不断的熏习 将所悟真理 正业于诸法事项 就不会只有在空性的偏真这一边 你慢慢的会融入一切事项之中 不会只有在定的这一部分 或者是真的这一部分 然后才能透过真理去了达世俗 回过头来在人间的一切事项 慢慢的跟这个真理法则相应的时候 法法都跟真理相应 这个时候才能够怎么样 不执着理系论真俗圆荣而无碍 如果我们只有偏真 那么常常会在超越世俗以外去住在那边 如果慢慢的熏习 又回到人间的事事物物来 事事物物之中 同样的融入这个真性 慢慢慢慢的 对世俗的一切你就不会执着 一切细论就会执席 这个时候真跟俗没有矛盾 在世俗中也是真理的显现 那个时候就叫真俗圆荣而无碍 所以我们刚刚悟到空性的时候 难免会有那一种 对真理这一边的比较注重 但是要进一步的慢慢又回到人间来 跟世事物物的融成一片 这个才能达到所谓的 世俗跟真理的无碍 于是物理与事情 生活与理性 无往而不相应 这个时候生活就在真理之中 一切的事项都是真理的显现 那么你的起心动念 为人处事一切都是跟真理相应 然菩萨发心 以教化众生为要行 必须具有广大的愿欲 偏学一切 世出世间无边法门 种种善妙之事 进一步 发菩萨心 你知道众生的苦 知道我们今天除了自己解决的事 看到众生那么苦 你会不忍 你花悲心 行菩萨恨 教化众生变成你自动的一种责任 那么你就会发起怎么样 了解世俗的一切你还要学 世俗的一切你不学 你就不了解众生的需要 你也没有办法教化众生 所以那个时候呢 就会发起广大的愿欲 偏学一切 世出世间一切的法门他都要学 一切的知识他都会 那这样要来用广大众生的需要 他才有那个智慧 那么我们就知道了 我们从理正入空性 还要回到世来 理事圆容 还要发起悲愿 利益一切众生 要利益一切众生 你不要具足那些智慧 那就要广学多文 这些啊 都是修行很重要的观念 菩萨不但是道智 而且是道种智 这是一般所不太注意的 真正的大臣慧学啊 不但重视 是观敬于生活的相应 理性于事项的统一啊 而且能够博通一切世学 融色无边唯妙善法 使一切世间学啊 无碍于出世的佛学 并成为佛法利益众生的善巧方便 到这个地方啊 我们就明白啊 不但是自己要解脱 啊 还要成佛道 利益一切众生 这些智慧啊 都要广学多文的 所以有的人认为 我们只要用功就好了 所以常常修禅定修惯 不管世间世 所以我常常讲 真正了解佛法的人 不但不会厌弃人间 啊 会关怀人间 不但不会厌弃众生啊 更会关怀众生 生活不但不消极啊 会更积极的起而行 一个体正真理空性的人 无人无我啦 还会执着嘛 还会保护自己嘛 这个避归要灭的 就像蜡烛在燃烧啊 它一定要烧尽的 你那个灯光在自己家里照明 跟照往天下的人有什么不同 为什么只有自己照明 明白啦 让这个光更发光更发热 让更多的人能有照到光明 不是更好吗 因为同样的燃烧 同样要烧尽 放在家里 只是照你家里一个小小客厅 但是放到天下 可以照明一切的众生 是不是这样子 因为它必归予灭 我们善巧的使用它 那还会消极吗 所以有我 有自私的人才会消极自我保护 只有想到自己的利益 体正真理极灭法性的人 已经超越了我直我慢 怎么还会只有照顾自己 需要自己的需要而已呢 倒不如怎么样应用它 就像我常常跟这些同餐讲 我知道 我一定要死的 可能很快 可能还有一点时间 但是不管 它一定会死 剩下的生命 你要用来在自己在那边 安乐自在享福就好呢 还是用在利益一切众生 同样要死 怎么样慎用剩下来的生命而已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能见法 能以菩萨的愿力 我们会安住自己享福就好 消极吗 绝对不可能的 真正体会法性的人怎么可能 他不会再自私 自私是因为还有我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就知道 真正行菩萨道 我们要更多的时间 更来广学多文 怎么样来利益众生 什么样的人需要什么 他的苦在哪里 他的问题出在哪里 我们怎么样更了解众生的需要 用什么东西来给众生 让他能解脱 我们一心一意要学的是这个 怎么会时间 会浪费 所以有时候我常常跟我们这些同产共勉 你不要以为我今天在这里说法 我就什么都会 其实不见得 我每天要看很多书 我有时候看一个月的书 可能你们要看三年 现在看的更快更多 为什么 你要广学多文 不然我们今天要利益大家 用什么来利益大家 你们的苦 你们的需要我不知道 你们的障碍 你们的盲点我不知道 我怎么指导你们 怎么帮助你们 更要用功 菩萨的行愿是无尽的 没有哪一天是截止的 到众生度尽为止 这个就是真正的了解法性的人 所以我可以告诉各位 你们不要担心说血火会消极 不会的 体会到法的人 不再执着我执的人 更是无私的奉献而已 为什么 就刚刚我讲的 蜡烛一定要烧尽 既然一定要烧尽 这个燃烧的光 只有照你自己呢 还是照天下人 因为同样可以用 你会不会用而已 是不是这样子 这一点大家要明白 这一点大家要明白 我们再来就讲 如实观照了 这个如实观照 是我个人 几十年来 对法的探讨 还有自己修了很多法门的体验 最后 就把这些所有的问题浓缩 用什么方法 直接比较能够 射受一切法 又能够善巧的时候 大家能够受用 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小小看法 但不代表我的是对 我先表明 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些体验 给大家参考 其他所有法师 或者其他的法门 也都有很好的善巧 都很好也可以学 只是这个是我个人的一点经验 贡献给大家 什么叫如实观照 如实两个字的意思 就是照着他原来的样式 当下如何去照着当下的因缘去看 这个看就是观察 他 看着他 这个他是向内 注意听 他不是外面的 看着他 无论是喜怒哀乐 我们在观察的时候 你不要说我要特殊的什么准备 特殊的怎么样我才来观照 不是的 就在生活中 就在生命活着的当下 时时刻刻行住坐卧之中 他那个时候身心是怎么样 你就照着这个身心当下的样子 去观察就好 不是刻意地照着某一种状态来观察 不是 照着他原来的样子 时时刻刻 就如我刚刚讲的 把探照灯打开 知道意思吗 是向内的 不是向外的 先向内 自己的身心怎么样子 没有关系 你要观察他 为什么要观察 我们上课这么久 大家都知道 我们都向外攀缘 自己怎么照做也不知道 患了过错也不知道 造了恶业也不知道 所以我们生死轮回也不知道 所以这个叫无名 也就是对自己不认识自己 不了解自己 所以叫无名 学佛学了这么多知见 怎么办 我们要从自己观察开始 我们每天都讲我 我我我 我怎么样 我要这样 我要那样 其实你认识那个我吗 坦白讲 你不认识那个我 糊里糊涂的随着因缘转 随着过去的习性在转 所以我们造业贪爱 直取而不自知 今天要发觉真相 唯一的办法就是向内去观察自己 去认识所谓的我是什么 我到底是谁 谁在起心动念 做一件事情一定要先有信念 有意念 有动机你才会去造成行为 这些动机从哪里来 你有没有发现 没有 你不了解 所以为什么要如实的观照 我们就是向内去了解自己 去认识自己 所以不管你现在的身心如何 都没关系 照着你现在的样子去观察就好 所以这个叫如实两个字 是照原来的样子 当下的样子 去看它就好 好 当你在观察自己身心的当下 有六个条件 怎么样的观照法呢 不赢不拒不取不舍 不下判断不下结论 变成客观的观察者 只负责觉知 如此才能照见五印的实相 心经说 照见五印皆空 度一切苦恶 因为这个写起来简洁明了 但是里面的问题很多 所以为什么要参加禅修 才能一面讲一面指导 一面讲里面的重点 注意大家没有来学长官的也没关系 这里要注意听 我们在观察自己的 不管自己身心起什么变化 发现什么现象 你都要保持一种不赢不拒 什么叫赢呢 喜欢你就会接受它 我看到了什么很喜欢 就是相应 相应就是赢 拒 讨厌这个不好 起心抗拒 都不需要这样子 不管他发现内在是什么状态 是好的 是坏的 包括起恶念 起邪念 起什么念都没关系 发现了 只是发现 不要赢 也不要拒 不要取 也不要舍 跟赢修是一样的 取就是什么样 接受 欢喜 射受 修 舍 就是不要放下 都不需要这样子 不然就是什么呢 哦 这个原来是什么 哦 我知道了 原来这个是这样子 下结论 判断它是好 是坏 这是对了 这是错了 这个就是众生 一般的反应 都是这样 惯性 为了要让你们脱离这个惯性 所以你一定要 观照的当下 不要凝聚 不管发现什么现象 起让它起 灭让它灭 知道 谁来谁去 不要去凝聚 不要去取舍 也不要下判断 哦 这个我知道了 这个是好的 这个是坏的 不要判断 也不要结论 看 只是看 这样变成什么 变成超越我们的惯性 抛应我们的思维模式的习性 变成一个很客观的超越 超越出来的客观的观察者 我这样讲 你们就可以明白什么叫如死观照 你好像辅到虚空来看自己 这样知道意思吗 比如说 我们坐太空船看地球 就不一样 我们在地球上 奋杂声音反乱 事象很反乱 那个太空船在太空看到地球的时候 地球是非常美丽的 你有看到人在动吗 没有 你有看到一些繁杂吗 没有 你看到的是年静又美丽的一个地球 为什么 它没有在中间 它是在外面 距离的来看看这个世界 完全不一样 人家就讲一句话 你到山里去 你没有办法发觉山的真相 是为什么 因为你在山中 这样知道意思吗 但是如果你远远地看着山 那个山你就很清楚了 是不是这样的 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每天迷失在这个身心里面 在这个成语里面 我们不了解 我们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那样 都不清楚 现在你必须超越出来 变成很客观地观察自己 这个时候的身心 你变成是你观察的对象 而你便是一个很客观的 所以为什么说 当你在行住坐卧 待人处事之中 都要加上这个观察 这个观察是客观的 只负责观察 觉知 不负责什么 左右 判断 还有怎么样 还要去改变他 主宰他 这个都不行 你要变成一个很客观的人 你是负责 觉知 不负责 主宰跟分别 跟判断 跟改变 或者是要他这样 要他那样 都不行 好的 你也只是看 坏的 你也只是看 对的也只是看 错的也只是看 都没关系 都只是看 这样的观照 叫做客观的 超越出来很客观的那种观照 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唯有这样子 你才看到你真相 看到你身心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发现 只是发现 不要干预 注意听 不要干预 这个才叫如实 这个是初步的 刚开始你要做到这一点 是很困难的 不要看这个很简单 你要做到客观 如实的观照 就要下功夫的 听起来简单 我告诉你 你试试看 你做不到 你一定会落入你的习性 落入你的判断 落入你过去的思维模式 所以你一直在陷阱中 超越不出来 这个如实观照 是要如何达到一种客观的观照 变成我在观察我 这样知道意思吗 很重要 这个是下手处 唯有透过这个方法 你才能看清真相 所以我们要知道 波勒心经讲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恶 照见是如何照见的 很难照见 只有生波勒能照见 我们今天上课建立波勒的证件 缘取证件 好 我们在修行 如何以客观的立场来观察 那个就没有主观意识了 不会用过去的惯性了 变成超越的 客观的 你慢慢的会发觉真相 发觉真相有两个层次 是一个我们实性的真相 一个是实性 实相 就超越这些颠倒执着的真相 是什么 有两个层次 一个是世俗的 一个是圣意的 所以真正体会到诸法空向实相的时候 就灭一切苦了 就度一切苦恶 就解脱了 真的这样子吗 波勒心经为证 观自在菩萨行身波勒波勒密多时 照见五印皆空 度一切苦恶 是不是这样子 照见五印皆空 就能度一切苦恶 这个是重点 那么如何才能照见五印皆空 这个照见要怎么个照见法 这个就是师父几十年的心得 如何用一个如实观照的方法 来照见 你们才知道 如何才真正能照见 如果我们在惯性里面 都在习性里面 都在情见贪婪里面 执着里面 你怎么能照见 怎么照还是颠倒 这样知道意思吗 唯有你如何慢慢的超越出来 你客观的来看清真相 有一天你看到了你内心的问题 你会哑然失笑 你了解真相的时候才知道 有够糊涂 就是这一面糊涂 没有办法了解真相 生生世世轮回这么久 也许会笑 也许会哭 真的明白的时候 各位注意啊 这个如实观照看起来简单 但是不容易 单单要做到一个客观的观照 你就知道那个习性有多重 你会发现 你一直落到习性回去 回去原点 惯性一直拉回去 你要做一个客观的观察者 很难 你就知道了 单单这一点都要下功夫了 要做到如实两个字 不容易 尤其是我们散乱心 事情一来就被外面引走了 所以为什么禅修很重要 放下一切 试试看体验一下 我们在用功的过程中 体验更深刻的时候 在平常才用得上 所以不管是新学员老学员 你每年 不管你体验多深 一定要有一个机会 不管是一次两次参加禅修 对你的体验 心形是有很大帮助的 不然我们落到习性中都不知道 在世俗里安逸 以为是的 那是很平凡的 那种觉醒是很肤浅的 再来看 这是直接契入法性空击的观照法 所以如此观照它 我就讲有两个层次 一个是发现世俗的这一边的受用 你会发现什么 可以善用它 可以不随进转 可以暂时的对峙 种种的习性什么的苦难 但是这些还是世俗的 而真正的呢 是要直接契入法性空击 是直接要见性的 要见实相的 所以一般人绝对不会想到说 人家修行要好困难 你用这个方法就要直接契入实相 其实啊 你们试试看就知道 这个不是自吹的 所以对一般人来讲是很难了解的 怎么能直接契入实相 一般人认为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要了解 必须先由法柱制 可则只能产生对峙的功能 而无法达到见法的效应 今天为什么要上课 建立元起政见 这个就建立法柱制 有了这个知见法柱制的正确的一个基础 你在观照中的时候 这个自然会相应 不用再起心动念 所以杂阿寒经说 先得法柱获得涅槃就是此意 所以要参加我们禅修的人 外面我们不接受的原因 不是不自卑 不是分门户 是因为他们没有建立法柱制 你怎么用功 如此观照 阿听伦不相应 但是今天如果上过课 建立了这些元起政见法柱制 你用这个方法来观照 就完全不一样 这一点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有人认为奇怪 我们一般人办禅修 外面参加越多越好 我们不是 我们不接受外面的人 为什么 不是不慈悲 是因为没有先建立前面的政见 这一种用功的方法 变成只是在对峙 没有办法达到什么 契入实相的这个效应 这个也就是我观察 为什么南传的禅师 他们也很了不起 境界也很好 但是为什么他们台湾来办 为什么效果不一定马上有 大家没有跟他学一些 知见上的建立 一来就讲观照方法 大家就在那边搞 搞几年还是在境界中 不容易真正的超越出来 问题就在这里 反而有一些人 跟我们上课一段时间 建立这个政见以后 他们去参加南传的禅修 就大欢喜 就知道这个重要 知见的重要 回过头来 就来找师傅 师傅我现在才知道 什么叫如死观照 如死观照的重要才能明白 所以学这个知见的人 有南传的半禅修 我们不反对 知道 可以去经验 可以建立一些基础 但是回过头来 更能体会到我们大臣讲的 直接弃入法性空击的重要在哪里 透过那个学习基础 反而要直接的弃入 机会就更可能 所以我们不反对 参加南传的禅修 这样知道意思吧 根本上没有矛盾的 只是有的是有次第 有的是直接想办法要弃入 而我们今天建立缘起的政见 就是建立法柱制 才能帮助大家 直接弃入涅槃 寂静 就是谈先得法柱 获得涅槃 就是这个次第 什么是法柱制呢 就是缘起的政见 唯有知缘起才是真正的政见 也才能了知生死环老之因 因果的必然性 法的必归与灭 这些知见之 确立啊 是得涅槃制的先决条件 所以 上课听文讯息 目的就是要建立缘起的政见 听文 思维 抉择 都是在此阶段 缘起是圣生 副圣生的 不要以为简单 上课那么久 大家都知道 不容易的 这个就用一个比喻 缘起政见的重要 就如电脑的软体程式 影响电脑的功能 程式如果是正确的 功能不会不相应 错误的知见 无名才带来贪生死的烦恼 若 知见是正确的 至于解脱的正道相应 可见政见的重要 观照是理论的实践 如实观照为什么要六个口诀 为了避免惯性的思维模式 大众预计的是过去的知识 经验的认知 都是主观的我见 超越主观而变成客观的观照 才能认清真相 先作为纯粹的观察者 才有看清我的真相的可能 你必须是观察者 而不是造作者 那么这个就是刚刚我讲的内容 为什么要今天做一个客观的观察者 为什么用如实观照 不拥不拒不取不舍 原因就在这里 我们就是如何超越 我们过去的惯性思维模式 我们都在应用过去的知识 在作为我们思想的准则 我们如何超越它 不受它控制 把我们拉进那个陷阱里面 如果过去的思维模式是对的 我们不会痛苦烦恼 我们不会生死轮回 就是它根本就是有错的 我们今天如何认识一个真相 不要受过去的知识观念而影响 而随着我们现在学的政见 所以要先得法治就在这里 在过程中你会发现惯性的威力 你会很容易落入想而不是看 所以如实观照一个看者很奥妙 我们的思维模式都在惯性是什么 就是想 想东想西 想过去想未来 你人的意识像猴子攀原 其实那个攀原心是什么 都是想 注意听 但是我们从来不注意 我们真的每天都在想 对 你只要一观照你就知道 百分九十九都在想 真正能够学习看者的观照 这个罩子就是看不容易 所以你会很容易落入想而不是看着他 自己的身心当下这个他是讲自己的内在 想跟看的作用完全不一样 想是落入过去于未来 而看只有当下 生命只有当下 修行人只能在此误入 这个就是要抉择看的重要性 为什么? 我们若在想不是过去就未来 从来没有活在现在 很多人都说 我们生活了几年 其实如果我们从法的角度来看 我们没有一秒钟真正活过 我们活在幻境里 活在虚幻里 不是思考过去的就是期望未来的 而眼前的都不是 但是看你必须回到当下 你就不会落入想 所以看就有怎么样 截断你过去跟未来的想的功能 但是注意看的能力还没有培养出来以前 这个灯打开常常会忘记 又关掉又会落入想 所以你们会发现 刚刚在用功的时候你会发现 我现在起关照的念头就没事 但一下子又忘记了又想东想西西了 你看到了又把它拉回来 是不是? 就是刚开始都在打仗 打什么? 看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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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拉来拉去 刚开始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不要以为容易 不容易 所以我才说你在虚习的过程中 你会发现 那个关照是不容易的 那个惯性的威力很大 一直把你拉到想的地方去 所以 你会发现保持绝照是不容易 你必须只是看 看 而不是弱于惯性的想 而不是弱于惯性的想 无论如何的身心变化 都只是看着它 只是觉知 发现或了解 而不干涉对质 但是 这就是如俗观照的基本方法 我们讲的只是基本 内容的实践 跟个别的指导 只有禅修才有办法指导 这个基本模式一定要先学 即使你们今天没有升官 先把看跟想这个问题 回家好好解决 你们就知道 为什么我们都落在幻象 而没有办法觉知真相 看跟想 这个是一个重点 要在这个地方 下一点功夫去发掘内涵的真相 所以看起来很平凡又不稀奇 看跟想有什么 一般的直接反应是 这有什么用啊 这不是用来推理的 不是用来讨论的 而是用来怎么样 适用于实践跟体验 所以如俗观照 你用去讨论它 你不会讨论出什么结果来 但是你去实践它 你会去体验出一些味道来 所以我才告诉你 如俗观照 你不要讨论了 这是对 这是不对 这是赞 没赞 你不用讨论 提到没路容 这是要让你体验的 实践的 不是要让你来推理讨论的 推理讨论 绝对推理不到内容 也不了解真相 有一些人 学了很多法 一听到这个 这个有什么 这个有什么意思 马上就结论了 这个就是下 换这个毛病 这个我懂 这个没什么 你从来没有去实践过 你没有去实验过 你凭什么说他没有什么 所以这个是很平凡的一个方法 看起来没什么 你试试看 你做得到吗 你单单一个看子都扶持不住了 你还说他没什么 这个就是众生的习性 我慢的毛病 自以为是 其实今天学这个法 我们要如实 如实就是老实 试试看 好好地去实践 不要用理论想象一大堆 试试看你就知道了 所以 不是用来推论讨论的 推理的 而是适用于实践体验 只有实践者才能体验他的奥妙 如果你尚未尝试 不是也不要太快下判断跟结论 意思就在这里 而且你真正是一个 如实观照的实践者的话 你一定会发现很多问题 你从来没有发现过的 一大堆 只要你有体会 只要你有体会到某一个问题 那个时候可以来找我问 有问题可以谈 可以问 这个过程中在慢慢加以指导 那你就会越来越正确 越来越受用相应 后半段这些还没有实践的人 不管你听法听多久 不管你多么聪明智慧 还是一样体验不到 所以如实观照非常重要 看起来很简单 实践起来不容易 要深入到真正的见法 当然要条件的 不是随便犯犯的 能够减寒 够减寒 不是这样子 还要下功夫的 真正的如实观照 下功夫到什么程度 实时刻刻 行住坐落 活着就不理观照 这样你要是不见法 我头给你 我这个头卖很久了 卖不出去了 好 这里就讲 那么它有什么功效 一个以建立缘起正见的人 观照中本然的会起相应作用 也就是说你在观照 做到真正的看如实的 进入那种状态的时候 心能跟定相应的时候 我们学的缘起正见 会自然相应 你不用起心动念 自然会相应 因为种子早就种进去了 是不是 这个时候作用有两个层次 一个是较为浅的受用 就是对峙功能 为什么? 因为你在如实观照中 你一定会发现一个功能 在你如实观照的看的照见之下 喜怒哀乐的情绪 当下止息 第一个功能 你一定会发现到这个问题 不管你现在是痛苦烦恼 喜怒哀乐 你一看马上就有止息 不见了 喜怒哀乐都不见了 你一定会发现到第一个层次的功能 真的吗? 你一试试看 你用看 看着它的时候它还在 那你也来找我 注意啊 因为这个是必然的 如果不是必然的 就没有办法用来作为一个修行的进度 那么好 在看的当下 在观照的当下 一切的情绪啊 一切的种种内心的造作 当下会植习 这一点功用如果明白的人 就达到人间世俗的功用就有了 什么功用? 这里就讲 可以作为佛来佛展 摩来摩展的上方宝剑 一事便知了 但是这个还是有违法对峙喔 包括我们心里 憎恨心情 你看着它憎恨心不见了 烦恼起来 你看着它烦恼就不见了 包括欲望起来的时候 看着它欲望就消失了 注意听喔 这个等懂得善用的人啊 已经可以对峙我们一般的烦恼了 发现这个功能的人 就有初步的功能 就是对峙当下的习性 但是这个还在对峙喔 不是彻底的喔 我们禅宗讲佛来佛展 摩来摩展 怎么个展法 我告诉你 如实观照的 当下就是这样子 试试看你们就知道了 你们会发现这个奥妙 第二 深测的体证法性极灭 这个是建法喔 所谓的建灭得道啊 这才是真正的目的喔 诸法实相的体证 才能体达本来如此的真相 才能如如不动的安住 贪嗔痴的烦恼不再相应 这个才是真正我们要达到的喔 究竟的喔 所以注意喔 我们的如实观照 你不要看它没什么 好好的体会看看 即使是人间的对峙的功效 已经是妙用无穷 何况是真正的体达法性空情的 建法实相 真正的究竟解脱 这个都没有打妄语喔 大家要明白喔 实践的过程啊 所以不刻意的修定 而定心自在其中 所以不刻意的断除烦恼 而烦恼淡而不起 如实观照之下 界定会涵盖其中 随着个人的用心不同 所以也有不同的受用 知见建立的越正确 受用就越深越快 知可以助行 行可以正知 知行相辅相成啊 随着精进度而提升 必然功不堂倦 我们讲戒 如果你在观照中 是不是不借而借 在观照中 是不是不定而定 所以没有想要修烦恼 断烦恼 烦恼是不是不起 注意天喔 如果观照奥妙就在这里 只要你真正的进入 观照的一个照 一个坎 当下界定会具足 你虽然不想断烦恼 烦恼不起 虽然没有刻意要修定 定心自然之喜 为什么 观照的当下 心是没有办法攀缘的 要注意 所以不要以为这个有什么 这个可以修到界定会的具足 所以要明白 看起来没什么 最重要的是下面 这不分出家在家 不分男女不分贫贱 平等平等 在生命活着的当下 行住作物中 任何的因缘都能修烦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在家出家都一样 不管身心好坏 不管职业 不管身份 每一个人都能实践 每一个人都能够学习而体验 这一点是最可贵的 平等 平等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体验 都可以体会 都可以悟到 这就是契入三法印 或一时相应的 平凡的方法 平凡不平凡 就是这么一个看子 只要建立了我们的缘起正见 生活中一个看子 打开日光灯看着它 你会发现无限的巧妙 最后还能契入实相 所以是不是很平凡 这里有没有神奇鬼怪 这里有没有无上的什么神奇奥妙 什么伟大的境界有没有 没有 所以也没有神秘的感应 只如阿含经说的 如实之而已 但是注意阿含经的如实之 会达到什么功效 解脱涅槃 所以以上是个人的知见仅供参考 不代表我是绝对 也是唯一的 不是 只是个人的体验给大家做参考 我们刚好 都讲完了 ㄎㄧㄤ 刚好 太幸福了 谢谢大家 让我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结缘 希望我们未来大家有缘的话 我们明年的课程大概排好了 我们明年再会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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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gat